大家好,我是红杨 家里腐乳剩的有点多 今儿来消耗两块 平时都是直接吃或者是双火锅 今天用腐乳来做葱花饼 舀上一口充满了腐乳汁的新香和葱花的香味 真的特别的好吃 所以红杨迫不及待的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300克的普通面粉 两克的精盐增加面的筋性 先搅一搅 然后再逐渐的倒入170毫升的温水 边倒边搅拌 搅成大面絮 再淋入10毫升的手油 然后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这个面团如果刚开始揉不光滑 我们可以行5分钟后再揉 那样很轻松就揉光滑了 然后至少饧面30分钟以上 在饧面的时候 我们来切一些葱花备用 小饭中再放上两个腐乳块 用小勺把它碾碎备用 时间差不多时面板上少撒一些干面粉 然后把面稍微整理一下 不用揉 再搓成长条 切成5个剂子 然后依次把每个剂子都揉圆按平 全部做好后 我们从第一个剂子开始 把它按一下 然后擀成薄饼 接着呢 抹上浮乳汁 撒上葱花 用刀切一下 然后慢慢地卷起来 然后慢慢地卷起来 卷好后 我们先把这个大头捏盐 边缘呢也要捏一下 再按一按 全部做好后 扣上保鲜膜 松弛10分钟 然后呢 我们还是从第一个剂子开始做 再次用擀面杖 把它擀薄 大约呢 两三毫米左右 界面生提前预热 抹上薄薄的一层油 用手试试锅温 觉得有一点烤手时 下入饼坯 饼坯上层呢 掩抹油 这样可以锁住面边中的水分 然后扣盖焖两分钟 时间到后 开锅 浓浓的腐乳香扑别而来 我们把饼呢 翻一面 再烙两分钟 饼就可以出锅了 烙饼呢 切记不要勤翻面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我们的腐乳葱花饼就做好了 从此丰富 好吃 有劲道 有时间 你也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是红杨 我们明天见 拜拜